各位漫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研究7月15日的菊草杀科賽事 心情緊張,是不是? 各位漫迷朋友,未看片之前,不要太孤寒 按一下手指公給讚 Layman做這麼多事,希望各位鼓勵一下 小弟衷心祝福,各位捧我牆的朋友 在季尾最後一次,都可以封收回來 封收還封收,都要量研究 希望各位可以看廣告 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會員朋友,今天都有些報名元基馬 待會就奉上 今天這場第四場的四班1650米 一量了之後 其實有得搶的馬,我選擇來選去 就真的飛得過三四隻馬 叫做飛得下 其他那些呢 都是條件上有些改變了 有些是虧了 我小弟都說過了,我就不再給時間了 盡量把馬的情況簡單些 或者看多一條片 我自己計算過的數 跟大家分享為何選擇他就可以了 這隻追風企足 上一場跟睡眠攻略 揚名高高,日日靚 龍船 那天龍船大家都看到 有些師兄跟我說 國能不能頂 這樣也有 輸四笨三個馬位 也沒有 今天就收拾了十二檔 這隻馬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一場馬被人阻擋了勁區 那天選了他 他阻擋完,下一場就保重了 至於這一場馬 有表現的 好像最近有日靚,陽明高高 遇風超影 都是放完快 步速回來 縮下來就可以了 這隻追風企足 過了來谷草三場 三場都跑得不差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隻追風企足 陽明高高 睡眠攻略 其實是一個不快的步速 但是 末段下三秒九 又不是有說服力 但是這隻追風企足 跟睡眠攻略 今天的條件又不同了 睡眠攻略 田泰安 上次十二檔 沿途都不知道幾多疊 回來也有個小 那隻追風企足十檔 又是焗雨縮了下去 今天整理過二檔 睡眠攻略為原裝田泰安 追風企足換了史卓鋒 但是陽明高高 又配合何宅堯 至於那隻這樣的 看清楚 還有一隻要做什麼 哎呀 死了 龍船 國能變了蝕印 國能變了蝕印 考考一下大家 這隻馬 若然覺得是密 步速不是快 我覺得追風企足 跟睡眠攻略都有可取之處 大家撿回檔 位置可以更好 睡眠攻略在這裏 追風企足在這裏 陽明高高在這裏 這裏已經是虧了 大家看看這兩隻馬 怎麼騎 田泰安遵段法力 虧了很多 追風企足在他旁邊 這裏是焗縮 其實這隻馬 手靚的位置可以守前 睡眠攻略 後面三隻 靚子驚 老表繩 暫時縮在後面 是追風企足 來的 接近對面 直路頭的時候 前面帶頭的馬 是那隻保羅成全 接著在第二位 又開心歡呼 守住內蘭第三 如果不是快步速的話 這隻陽明高高 守到這個位置 當然是好跑 先咬住了 但是你看看睡眠攻略 和那隻追風企足 在這裏 這麼厚 這隻是日日靚 做指標 日日靚的指標 看著這兩隻的距離 如何去追 睡眠攻略 田泰安 就不停騎 那天追風企足 還在這裏 不動 睡眠攻略 在這裏 蝕到無論 那隻夜日靚的 很輕鬆 蝕了出去 這隻馬 還有很多法力 蝕了很多位 夜日靚在這裏 一打下去 就擠出來 這兩隻馬 在這裏 你撞我我撞你 也有個勢 夜日靚在這裏 開始釘出來 楊明高高 也有些左 那隻追風企足 撲得挺厲害的 大家可以看清楚 那隻楊明高高 也有些左 這兩隻就是 留意一下 真的虧了很多位 楊明高高 這裏 阻一阻 再抽進去 再上去 還有一百米 賣面如風超影 中間龍船 外面日日靚 中度鑽上來 做一隻 陽明高高 接近終點第一名 相當接近賣面 如果你要用那隻 日日靚來做標準 其實 追風企足 睡眠攻略 都是咬著夜日靚後面 但是虧了這麼多位 又有些冰冰噴噴 今天就抽回好些的檔 再看回很多場的數據 我看過這隻追風企足 大家看到前一場 他跑得不錯 那場是飛雲追 那場 我記得 飛雲追那場 萬步速再贏 臨場 由十多倍 落到5.5倍 大家都很清楚 我很了解這隻馬 那隻幸運飛彈 今天也在跑 放在內欄 這隻追風企足 是一個萬步速 他又不是擠得很多 這場的睡眠攻略 在前面 被飛雲追玩的那些 步速 他又慢步速回到來 又不是很多 所以這兩隻馬 都有些變數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上一場的 這場的慢步速 這次的檔位 移回好了 是有可能 條件上是好了 講神粗 今天1號的動力 飛鷹保持功夫 2號共創歡樂 試過草地積極 3號龍船 保持功夫 4號勁跑王 保持功夫 5號陽明高高 何宅堯 有碰過 都是保持功夫 但何宅堯經常點 6號老窩之江 保持功夫 7號睡眠攻略 保持功夫 8號追風企足 保持功夫 9號愛凡達 王浩南 和梁家俊 有碰過 保持功夫 10號紅旺 上場跑得很好 快活谷 他都OK 但是今天 快活谷 1650 陳家希 碰過 保持功夫 11號快活一番 上次 2號贏五班 我自己看他的腳法 今天背輕15磅 都是一個好事 但是今天有沒有這樣的形勢 小快馬 就可以讀一下 保持功夫 12號 幸運飛彈 潘明輝 有試過草地 今天還要有配備變動 積極 人馬 上次期的鼓劃調動 1號 潘明輝變成周俊樂 2號 賀明輝 停賽變成潘頓 3號 葛能 蝕到無倫 回來 葛能 變成蝕恩 4號 又是 潘明輝變成蔡明紹 5號 又是 潘明輝變成何摘爾 6號 楊明輪 原莊 7號 田泰安 8號 追風企足 8號 賀明輝 停賽變成史錯峰 9號 王浩南 武馬騎 10號 原裝陳家晞 11號 何摘堯 變成波見史 12號 潘明輝 原裝 人馬合拍的馬 陽明高高 洪旺 幸運飛彈 換了配備 穩定的 共創歡樂 撇除這些因素 沒理由 換了長長得 有些手法 如何掩飾自己 可以不可以 你要抽出來 共創歡樂 換了配備 穩定 陽明高高 睡眠攻略 追風企足 紅旺 快活一番 這兩場跑得不錯 幸運飛彈 今天有配備變動 我看他的片 潘明輝影中段 有時候騎得挺厲害的 但回來 貼著內蘭 沒什麼洩 他都是得過 批 看看今天換了配備 有什麼精彩的演出 大家看看馬房的手影 看看賀賢 賀賢 今天也有幾隻馬 若然覺得前面的OK 這隻馬可能換了配備 有些演出不同 我自己選擇這場馬 真的要看部速形勢 我預計他快或手的馬 第一隻肯定是紅旺 第二隻 上次在五班拍著 最翁耳帶放在前面走 這隻快活一番 今天這隻老窩之江 其實曾經放過有一場 蕭著偉達的 叫做盡力之城 我好記得 在泥地 但是他沒有什麼長洲去放 看看什麼時候去放 和共創歡樂 也可以 我選擇一些 守住 當位條件 好轉 第一隻我選了 這隻追風企竹 這隻馬 其實質素 暫時看下去 暫時看他的腳法 各樣東西 他都願意追 但是 暫時看下去 就不覺得他有什麼質素 特別厲害 可能還未熟 可能還未做 還未完全OK 但是 這已經是連續有不錯的表現 我愛了這隻 因為上次的蕩位 十蕩位 很差 今天縮到後面 今天撿回二蕩 不是求他放 他再拗住 希望交出那段轉徑 第二隻我選的是 睡眠攻略 上場這樣 前一場 慢步速回來 他不是很多 今天上一場 就虧了步速 再追上來又有 這些是在調校 跑法 我最記得 他追過 不羈的風 追過 多厲害的馬 在沙田跑 第四 兩次 我最記得 追下去 是不夠別人追 但是那班已經下來了 這些隨時都在調整跑法 還有這隻 今天入檔位 好轉的睡眠攻略 兩隻 楊明高高都要回他 這隻馬金貴都未交代 他剛才那場 雖然他在內 是省了 但是他省了 是有 諸諸諸諸 今天守回檔位 又不是差的 他也是收回三檔 他也是有條件的 套了眼罩之後 其實他四場套了眼罩 除了第一場 黏黏的 輸六個馬位 其實他那幾場 不是 何俊堯跑的 他也是近的 至於前一場 我都說他追得很好 那場 上場 我沒有出片 不夠時間 我都選了他 麒麗段金 再出 再贏 月木星光 再出 也差一點點贏 神州進馬 也是 跑得不錯 這隻 楊明高高 那天 在一個最後的情況 追回來 上場 就拿回他 末段24秒 不是很出色 但是 希望夠用 這三隻末段 曾經 不是很出色的時間 但是 希望夠用 8號 7號 5號 第三隻 我真的有很多馬可以選 大家都記得 共創歡樂 龍船 就算是 幸運飛彈 快活一番 都可以選 動力飛鷹 但是 名額 都是有限 我只是說那句 我拼了一隻 沒有跑過快活谷 1650的熊王 這隻馬 上場的時間 是搞得好 之前 我曾經在高水準賽事 追過去幾次都有收獲 但是 今天初離快活谷 上次初離千六 今天轉過來1650 唯一一個缺點 今天就是快馬 好像快活一番 上次都是放在前面贏 再加上有老窩之光 甚至乎共創歡樂 看他擠不擠出來 如果這隻馬擠出來 以他交過的時間 若然適應快活谷 其實他已經適應快活谷 而這隻馬 我看過陳家禧的那場千六 已經是留得這隻馬好 而回來 其實你看他好像停 他是在加速中 今天縮短過來 直路少了100米 我選擇四隻馬 8號 追風奇足 7號 睡眠攻略 5號 揚明高高 10號 熊王 但是我個人投注 這場我可能不玩Q 我覺得四連環比較好 因為共創歡樂 他騎下去 一段很短 回來就在踏步 但是今天用到潘頓 就可能把這隻馬 看看他在陣上 如何調校去騎發 都不敢看死他 而快活一番 減了十幾磅 他上次的步伐 回來 其實都是不錯的 如果今天有得 玩四連環 你可以選多幾隻 例如四連環 我會選擇 8號 7號 膽 如果選擇四隻馬 我覺得 條件好轉左 檔位好轉左 馬有些實力 就是8 7 5 以及拼下 10 8 7 5 10 我個人心想 希望各位多贏 多些 潘頓都不要 希望各位給雙手指公讚 讚雷文鼓勵一下 雖然今天是最後一天的金季賽事 但很快又開羅 雷文每場馬都落足心思去量 希望各位 買每隻馬 我都說得出 為什麼選擇那隻馬 他有什麼優點 缺點 怎樣去分析 雖然你說 選中和不中 不是一件事 是 有沒有選錯才是最重要的 希望各位可以鼓勵一下 加入小弟Youtube會員月費計劃 支持我會員月費的 今天 報名元基也有幾隻馬 但我也是想在賠率篩選過之後 可以連續 剛才上幾次交出來的成績 都是OK的 各位看過會員的朋友 給了那些馬 每天都有win 看看今天會不會繼續交到好成績 但因為下次的賽事已經沒有了 我只可以參考上幾次報名 而想不到下一次報名 部署上就不同了 大家都了解到貴味了 希望各位贏多一點 拜拜